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。 爱的教育,亚米奇斯,一堂体操课。 这几天天气都不错,我们的体操课也能到外面上了。 卡龙昨天去校长室时,正巧碰见奈丽和她的母亲也在。 奈丽的母亲是来请求校长不要让奈丽上体操课的。 校长先生,您也知道奈丽的情况。 奈丽的母亲对校长说道, 哦,妈妈,母亲刚一开口就被小奈丽给打断了。 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的,等着瞧吧。 母亲疼爱地看着奈丽,犹犹豫豫地说道, 我是担心,你的这些同学。 还没等她母亲说完,奈丽像是猜透了母亲的心思似的, 急忙说道,妈妈,有卡龙呢,只要卡龙在,就没人敢嘲笑我的。 于是,奈丽也参加了体操课的训练, 上课的时候,体育老师把我们带到了树竿前面, 命令我们要一直爬到顶端,再站到上面的平衡幕上。 戴洛西和可莱蒂敏捷得像两只小猴子一样, 嗖嗖嗖地就爬上去了。 小扑莱可西也很快地爬了上去, 四代地则累得直喘,脸胀得通红,牙齿也咬得紧紧的, 不过,我相信,他一定也会爬到顶端的,事实也的确如此。 接着,诺贝斯也爬了上去,而穿着漂亮衣服的瓦提尼, 则从树竿上面摔下来好几次。 为了能顺利爬上去,大家在爬之前纷纷往自己手上抹了树枝粉, 不用说,这肯定是卡洛斐的鬼点子。 他把树枝粉以每袋一个铜币的价格卖出去,赚了好大一笔呢。 轮到卡洛的时候,他正在吃面包,只见他把面包叼在嘴上, 双手把住树干,毫不费事地就爬上去了。 卡洛之后就轮到奈利了,奈利还没有开始爬, 就有很多同学轰得一声笑起来。 这时,卡洛把他那粗壮的手臂交叉在胸前, 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扫视了人群一圈, 就再也没有人敢出声了。 奈利开始向上爬了,可怜的奈利吃力地往上爬着, 他的脸色发青,额头上满是汗珠。 老师见此情景,不由地喊道,下来吧。 可是,奈利咬住牙根还是拼命地坚持往上爬, 大家在底下都为他加油。 终于,奈利抓住了平衡幕,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, 好样的,奈利! 加油!老师也说话了,这样就合格了。 你可以下来了。 可是,奈利却想跟别人一样,也站到平衡幕上, 于是,他又使劲往上爬了, 底下的人都默默地看着他, 最后,奈利终于站到了横板上, 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 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 我们在下面高兴地为他拍着手, 不远处,人行横道上, 奈利的母亲不安地走来走去。 奈利下来后,所有的人都祝贺他, 他的脸胀得通红。 放学的钟声敲响了, 奈利的母亲在校门口一直等着他, 见到奈利后急忙问, 怎么样儿子,你一切都好吧。 他做得棒极了, 路过的学生一起喊道, 都伸出大拇指。 听到这话, 奈利的母亲高兴极了, 他握了握同学们的手, 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 他摸了摸卡龙的头, 然后就带着奈利往家走了。 他们母子俩一边大声地交谈着, 一边做着各种手势, 别提有多高兴了。